大家好,我是海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涌流的305到320 鱼言神,5.0热塔全宝箱 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桃侠,加全成就 加探索度100%加传送点一条 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现在来到 龙水域右下方这个7S像这里 然后这个7S像之后 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往前推 在这里有一个坑 在坑底下这里有一个箱子 箱子这里是一个蛇子 然后右手边这里有一个裂开的地方 我们这里踏下去 然后往西方向对于左边 自己研制路往下走 这里左爽 楼梯下来 好,在前面这里有个蹲着的NPC 我们过来接压任务 这里对话完之后 南方向,地图下方 然后前面这个死之为止 这里我们需要打块 对话完之后啊,南方向,地图下方 在这个死柱背后啊 有一个精致宝箱 来,开启 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这里有个大眼峰 天洞万小 好,这里打碎 打碎之后有一个死盒 然后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解释了楼梯这里下来 前方式有个岩江湖 好,然后这个岩江湖之后 看下我们左手边啊 在这里有个小房间 接下来我们跳过去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我们再转下这个 东方向,地图右边 所以继续往前 好,这里 奔成出右手边啊 这里有一个死盒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跳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前方这里有一个 活史莱姆的镇守 先王怪 来开启这个宝箱 宝箱,然后我们再转向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往前走 那前往这个山洞内有一个 火神童 好,所以尽量找到比较高的地方 往前C 然后这里右转 好,然后这个镜头 在这里有一个精致宝箱 然后我们这里再回头 这里也能返回 有了刚才这个 火史莱姆的这个地方 在前方这一个花的位置 好,然后我们转向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这里低头朝下方看 下方这里有一个火神童 这里我们一会 咬火神童要踢这个 附身底下这个西 底附身 好,然后我们再转向东方向 地图右扁 射这个 人家往前走 这里左转 往上跳 那这里有个现实挑战 来,这里我们吃一下这个球 然后前方这个岸上出发这个剧情 最后完之后啊 我们再开启这个挑战的宝箱 然后东方向 地图右边 这里往前优 在前方这里 石楼上有个印记 这里我们攻击下这个印记 攻击 好,出发剧情之后 在这个 石楼背后啊 在这里 小角落有一个石盒 好,然后这里我们这里回去 然后这个大门门口 右侧这个石柱这里 点击激活 好,这边门就开了 然后这里往前走 地,门要骑着西翼跳进去 然后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地图下来 跳这个虎的位置 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在这个岸上有一个石盒 好,然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传送点 一爬上来 开启这个传送点 然后西南方向地图的左下方 在这个虎的这个 中间 我们靠近会出发剧情 大概这个 这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鸟吧 我们在这个发光地图 然后这里 往空中看 空中这里是有一个风扇 我们跳一下 一跳,踏上去 穿过雪 然后关闭这个风扇 好,然后 风方向地图右边 在这里还有一个风扇 这里我们靠近这个岸边 点击关闭 好 调查这两出风扇之后 我们再来 可以击碎这个石头 击碎这个印记 好,然后这里 我们先坐向西北方向 地图的左上方 可以沿着这个湖 走到镜头 会有一个这个金字 开启这个金字之后 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然后喜欢这个发光地图 然后这里抬头往空中看啊 因为我们跳起来 简单空中这一个火神头 这里对准之后 跳一下 穿过圈 然后简单要前方这一个火神头 然后先问这里是剧情 这里对后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往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在前方这个草队处 这里有一个 直接开启的普通宝箱 然后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在镜头这里 有一个石盒子 好,然后我们再撞下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我们这里要补充这个燃数 补充板 然后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也继续往前游 往下跳一层 那继续往前 这里再往上再跳一层 然后左边这里有一个石盒子 好,捡起之后 我们转向东方向地图右边 我们先把这个龙 先停在这个岸边 那这里切换 往上爬 好,爬出来之后 我们转向西北方向 地图的左上方 在这里有一个金字宝箱 好,开启之后 我们自己再回头 挺右气的 这里低头 这里踢回来 好,变成蜥蜴之后 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在这里有一个发光地图的地板 在跳箱 好,要往前 这里我们靠近这个石的话 靠近会出怪 这里先把怪清了 这里清往怪之后 我们再重新附走这个蜥蜴 然后打开这个石头 好,打开这个空中 会出现一只鸡啊 然后这个发光点 这里跳起来 摸一下这个鸡 好,然后这里跟着它 这里要送各位 好,这里 剪辑注意缆数 这边门就开了 然后这里 好,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个墙面上有一个火神洞 点写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在想要这里有个符文 还有一个宝箱在旁边 你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点击这个符文 会出现这个蝴蝶 我们跟着这个蝴蝶 然后刷到这个墙上 好,解锁一个宝箱 开启之后 西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要走出这个山洞 走出这个山洞 来到刚才发光的地板这里 好,然后我们撞下哪一方向 地图下方 好,在对面 对面这个空中有个火神洞啊 我们可以跳一下 然后冲刺 可以跳一下 然后往前冲刺 攻击界冲刺 好,就落到这里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发光地板 可以对着这个神洞啊 对着这个神洞 跳一下 剪刀 脚这个神洞之后 在西方向地图左边 在这个脚底下 左边这个岸上有一个 这个 起溃宝箱 开启之后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前往这里还有一个 发光的这个地板 我们直接往前跳 然后冲刺 好,冲过来 在这里有个建筑物 我们这里 激活一下 这里都画完之后啊 然后这里我们 就西翼不见了 我们往东南方向地图又效仿 这里对面随便够隐医之过啦 好,一会儿我们要 沉坐下东方向 这一个轨道 来,这里跳上啦 来,坐下这个轨道 这里大家全程不要动啊 全程不要动 它会带我们返回这个地面 这里我们来到地面之后啊 这里再重新附着这个西翼 好,然后这里往前方 我们拿这个轨道这里跳过去 这里冲刺,轰击 然后这里大家尽量就是 移动在这个轨道的中间 因为我们会捡到一个火神筒 大家尽量调整好这个位置 好,这里我们拿到这个火神筒 好,直接回到我们来 飞到空中 这里开启一个传送点 这里对后晚之后啊 那我们这里切成这个人形态 好,这传送它是自动激活了 那我们先坐下这个东方向地图又扁 往前走 找了镜头之后这里 呃,树底下会有一个调查点啊 然后调查之后出现封场 这里飞上来 往东北方向地图又上方 记得点击任务追踪 然后前方这个任务点 好,摇到左手边这里有一个符文 来,这里我们调查 调查完之后 呃,这个东南方向地图又下方 然后这个树的位置 在这里有个调查点 可以挖掘出一个宝箱 开启之后 东北方向海洋地图又上方 无声音的现实 然后前往这个坡上 好,在这一堆鸟的位置啊 这里风史莱姆的这中间 这里牵完怪之后 会出现一个调查点 被点击调查 出现一个金块 打掉之后出现封场 然后空中这里有一钩火神童 我拿到这个火神童 然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飞要前往这个小岛上 这个小岛这里有一个 其实开启的华丽宝箱 墓壁紧紧 好 开启之后 我们这里回去才有风 所以回到刚才这个风场 然后所有这风场 这里飞上来 然后穿过前往这一个风圈 然后继续往上飞 好,往前穿 我们可以开启第二个这个 天上的传送点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往前走 在这个河对岸 这个树底下是有一个 莫拉香 在这个闪光点这里 好,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触碰前往这个符文 然后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自己继续往前 对话完之后 这里开启这个试炼 会出现这个轨道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这里 附着我这个 附着我这个蜥蜴 跳下过这个轨道 所以我们要跟着刚才那个 就左手边这一个发光点 因为它会变坏轨道 我们跟着它飞就行了 然后跟着它变坏轨道 好,左边出现轨道 自己跳过来 这里,这里的球 按能力也就夹 实际上不知道有什么用 好,这里变坏轨道 好,这里往右边跳 好,这里对话完之后 那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转向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里先来到前方这一个山坡上 到山坡座 这里低头往下放看 这里半山腰 这里是有一个宝箱 摇印尖 接到这个边缘这里 好,开启这个宝箱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绕着这个坡往前走 最后绕一下 朝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我们要来到前方这一个山顶上 这里有一个神坡 来,然后神童 然后神童这个旁边 这里有一个华丽宝箱 在前方这里 然后这个华丽宝箱 然后我们这里再 朝着这个西南方向地图的左下方 这里我们要飞到对面这一个小岛这里 往对面这个小岛飞过去 现在要解放这一个水池 摩壁信机 好,然后这个水池桌西方向地图左边 先来到这个雪下边 往下方看啊 下方这里有个分层 在这个分层这里有一个鸡 我跟着这个鸡 来开启这个珍贵宝箱 在肉的财物 无声的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